週五是幾乎一個最後通牒的最後期限 要求佔領烏克蘭東部兩個州建築的親俄羅斯分離分子 在週五結束前交出武器 武裝人員對這週衝入魯金斯克和頓列慈克州政府建築 要求烏克蘭就獨立舉行全民公投 烏克蘭政府提出對交出武器的武裝人員給予卸臉 但同時威脅如果在週五結束前不設佔領的建築就要使用武力 烏克蘭總理阿塞紐克週五在頓列慈克會見當地領導人 她說對對戰能得到解決持樂觀的態度 目前還沒有跡象顯示烏克蘭政府會真的動用武力 距離佔領政府建築的武裝人員